各位網友,大家好,厲害了,齊鼓掌,究竟發生什麼事,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局長也出來了,何馬何伯,你們可以安心,留在你們家鄉做直播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不用回來了,沒有屋住了 得償所望,究竟為什麼得償所望呢? 因為見到我們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出來說話了 他都首度開康,就著可伯何太事件就有一個回應 之前見到我們的房署處長羅淑沛一個不夠力,經常說有官跟你聊天,可伯 經常說找一些官跟你聊天沒問題,可以讓你入住,成成不加名 現在我們的官又出聲了,如果大家覺得是要收回他的公屋 給個禮支持一下,覺得房局局長房署做得好的,給個禮支持一下 哇,真是有人說普天同慶,可伯會不會跟局長這樣說呢? 他這樣拿,簡直沒有人信,有沒有搞錯拿我們公屋 究竟發生什麼事?為何何永賢突然會出聲呢? 好了,因為這件事件簡直是眾人之事,大事 有人就說我搞錯,又說他,你連政府都說,都要說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可想而知這件事件已經不是再純粹 什麼花邊東西,新聞,甚至乎剝花生的事 因為涉及的是房屋政策,涉及的是公共社會資源 其實這個層面很廣大的,你不要想著很少而已,很少東西的,沒有問題的 好了,究竟我們的火局局長何永賢有什麼事 對著河馬,河馬,河馬這樣 好,因為這件事件由TVB,其實某程度上,你不能怪TVB TVB收到這些案件,他們告訴大家,報道出來的社會事 其實實情就是他們,這兩位主角可伯何太,他們自行爆了出來 引起大家繼續去到今時今日,六月尾都熱烈討論了 但是,為什麼政府都要發聲呢? 因為當中涉及的種種的問題,其實某程度上都是蠻複雜的 何永賢在本地媒體訪問的時候,他就說 可白何太,這件事件對政府來說是嚴肅的 嚴肅的事件,你們就剝花生的 但是,對政府來說是嚴肅的個案,必定會嚴肅處理的 哇,真的不是開玩笑 本身這件事大家就天天在那裡,你看一天五次 兩個天天在街上走來走去,本身感覺上就好像娛樂士 何永賢都說,本身這件事件大家都會關心 那四百五十萬,子女真產,是不是涉及違規個案 當中的種種的指控,會不會涉及其他的複雜的 就是真的涉及法律的問題 另外一件事,一開始是川金帶銀的 兩位在網上,或者在媒體上 自己展露給大家看的,無論是鐵線權和縫額 那些枝耳繩,或者那些包包也好 大家都懂得計算的,現在你們這些人很聰明 你放上電視機,每個人就跟你打算計算機 十萬元龍鳳鴉,又說勞力士 又說本身自己又不喜歡做事,沒有打工命的 不知為何那些錢那麼多 因為在網上你會看到這些東西,就覺得很不公平 大家都是利用在香港賺錢,建造一個美好的環境出來 你用這樣的環境,一個那麼舒適,那麼好的環境 本身政府也提供這些公營房屋,好過住劏房 相比起,有人說現在當然了,有樓住好過住劏房 本身有一個這麼優美的環境,這麼好的環境 竟然他們現在涉嫌濫用了,更加在公開直播 何馬自己曾經也說過 我都不知你們,這些人為了一間公屋都不知做什麼 我都覺得會員這麼小,我真的不給住,我寧願回去內地發展 這些說話正正是什麼呢 你真是窩重了,窩重了我們的房屋局 為什麼呢,房屋局近期不停用心用力,又建建一些簡易公屋 加大力度,建建一些不同的房子 也都在想很多不同的辦法,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濫用 富戶等等的人士,你現在無疑,你狠狠地刮了政府一巴掌 你這些公屋我真的不願意住 我排了幾年就上樓了,你們羨慕而已 賭不到那些黑粉,就罵罵罵罵罵罵 你真是何不食肉了,你都不知道現在香港什麼環境 你能夠上到這間公屋,你應該感恩 你不是,反而現在就好像 吃不到葡萄士酸的我得到,你得不到 你們該死的,不過我又不是很恨的 所以為什麼會令到每個人都追著他 那何永賢,何局長呢,他就說 現在呢,有兩名退休警司,六名退休警務人員負責 嘩,真的不是開玩笑,我們之前盧處長都已經開聲 出聲的了,你們兩個貓公仔,每天都在吃吃吃吃 雙拳難敵四首,所以現在是不是連河局長都出來呢? 可能是我幻想的,羅宿佩署長,哇,很差啊,河馬 他每天都在挑釁我們,挑釁網民,我們都是網民 加上早前我們在不同的小紅書,不同的社交平台也都關於那些濫用公屋,懷疑疑似濫用公屋的問題 羅署長也都說他在網上,他們都有人看著Monset的 這件事件你說沒有Monset勢是假的,現在事態真的有些越趨而不中 要連局長都出來發聲,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你說兩個退休警司 六名退休警務人員負責夠不夠? 是不是要加大力度?我覺得應該要加大力度 那麼河局長說當局會發現有濫用公屋懷疑個案都會善用資源 開檔處理,開檔案處理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會發生 現在說得很清楚一句說話,告訴你 是嚴肅個案,必定會嚴肅處理 是嚴肅都可以了,準備嚴肅吧,現在已經嚴肅了 其實有人說要不要去到局長都要發聲 嘩,河馬你真是很新收到 你這些家庭事,去到政府局長官局級 真是,嘩,何德何能 之前阿可白就很大聲,大大聲 他說,嘩,我們又說有三個軍員 有三個官員上來看過,沒有問題 又說分別找兩個,他們兩個人去聊天 我之前都說過,哪位是官員 他們是不是都叫官員,見人就叫官員 幹什麼,你官字不認識,官是誰 這個就是官員,這些就是官員 官員,真是你,官人 官人和官員都未被識分 其實可能某程度上只是一些房署職員 就去了解 當中涉及有沒有吹水成份 其實有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其實近幾天都會有很多人問 我看網上有人說,嘩,為什麼好像沒有聲音 你看到局長出聲,這下我相信大家都真的 哇,安心 安心過安心出行 哎,你真是這次你還不吹水 這次你還不吹水 哭都可以了 就著濫用公屋這個問題 其實何永元何局長也都首度開康 就說政府現在就會密切籌備獎金 鼓勵舉報濫用公屋 就說會研究細節的問題 哇,這樣就精彩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不是不要這麼快抓住啊,畏大哥 哈哈 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一個機會 我舉報他 五百也好 如果這樣說 何局長也好 或者羅處長也好 兩位 你們趁這個時候打鐵趁熱 立刻快點推出這個制度 所謂掌賞制度 會不會好像好事民上 舉報濫用個案 成功舉報的話 可以成之於法 可以有錢代 我相信 這件事件 這兩位肯定 天天打爆機 熱線 你不是舉報抖音 不是只是舉報微信 封他的帳號給他直播 天天就轟他 我相信 在內地小紅書 那些人馬上 哇 掛了 找了 我相信 比你們快 因為 你可能要找人 檔案 擲來擲去 找不同的部門幫忙 可能找到警署 拿些紀錄 找到內地部門 拿些紀錄 運客 是不是究竟這一個 不知道何什麼 是不是究竟這位可伯 或者這位什麼靈 是不是真的這位何太 你知道很多名字 既然兩個都 古靈精怪 柯尿柯出界的時候 一定是要小心查 但是 網民的力量很厲害 在內地 這件事件 是成為一件事件 另一件事件 就是中港 就是中港同步 一起去 KO他們 換句話說 如果何局長 能夠在這個時候 推這件事件出來 我相信 真的 哇 大把東西看 到時候 我相信 每天他們收這些線報 收到 絕不停守 也可以看到 其實某程度上 近期 我相信 在2024年 這麼說 出位 比較出位 都真的 這三位女性 這三位女性 沒錯 為什麼 有人 我相信 那 官員 何永賢 近期 這個 簡約房屋 羅署長 其實他們 在這方面 兩位 搞濫用公屋的問題 其實都真是不為餘力 連官媒都曾經發聲 覺得 真的需要搞 不是說 單一件 何太事件 其實某程度上 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都需要處理 但是 可見 近期 兩位 在這個房屋政策 處理上 都真是 比較贏盡掌聲 然後 有一顆這麼大顆花生 哇 真是 河馬完全 哇 河谷 大家 河永賢 又說 我又升河 可百里又升河 這樣 很難搞 不要說 大家同宗 同宗都沒面子 違法就違法 是嗎 這件事 不能這樣拉過來說 但是奈何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是犯法 能夠成功 將這件事件 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出來 我相信真是 加工 了 局長 哈哈 政府都出聲 你想想 這件事件 是不是真是這麼大件事 真是這麼大件事 那 河永賢 在這裡 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透露了一點點 他說 和田村 晉陽村等 七個屋村 有九個租戶 因為在內地 或者澳門 擁有物業 需要遷出 嘩 咦 咦 會不會在這裡 放些風 漏一些口風 先 好嗎 你這次 你還不死 又說 維州有間屋 又說 陽光也有間屋 這麼多屋 加加埋埋 都應該 夠做你了吧 又是超額 所以 無論如何 這件事件 影響力真的非常之大 那 阿可伯會說 喂 大家姓何 給你面子 局長 會不會這樣 還是他們會急急 回來香港 再來這個 有待研究 但是 去到這個位置 這顆花生 都真的大家一起幫忙炒 炒得很香 又炒得很好味 那 沒辦法 有幾何這些娛樂 所謂的娛樂花生 甚至乎 那些 城中熱華 令到政府都出聲 這麼多單 有沒有 最近期 我記得 有說這些 類似的話題的時候 就是 美華事件 保安娟 那一宗都沒有去到局長 局長都要出聲 可想而知這件事件 真的 不野小 絕不野小 好了 那儘管看看後繼如何 會不會讓他們兩個 獨聚於街頭 兩個 留在內地生活 既然他們這麼喜歡在內地發展 內地也這麼大機會給他們發展 那 一 如他所願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